長毛宋坦克被CY鎮壓 鎮壓示威者 嘩,你猜現在打Ruby嗎? 整個鐵馬車過去 你看你看,有人躺在這裏 場辯論都未開始就搞到這樣 一班差佬還不弄回人鏈 保護尊貴的選位嗎? 場外夠精彩,不要以為裏面只有林志志的選位 就沒事看才行 還有他們 安靜,坐下 頭殼廣正剛,旭敏堅忍忍不住 之後還拿一支私家麥克風出來 不過是否要先開一支麥克風呢? 是呀,叫完就算了 人家都被捉面了 不過他們倆還死都不肯走 結果就是 你猜你主場嗎? 大部份都是阿爺的人 一定被人開汽水蓋 以為已經告一段落 不要忘記還有他 幾隻實招立刻飛過來 一手弄爛牆毛格坦克 最後燈火蟹離場 這實招不止對他們暴力 唐唐走的時候還對記者不客氣 唐唐走的時候還對記者不客氣 惡得你呀?難道你又見到黑影? 雖然迫到阿媽都不認得 不過唐唐打普選牌獲得不少掌聲 走的時候都笑了 不過沒用呀 消息說中聯辦同梁營 經過密集式拉票之後 已經游說到部分泛民選委 包括社福界轉投CY 這個風吹得行一行 有人甚至說就是投仁哥 實際就是投CY 因為選舉不記名 投了都沒人知道 據了解 泛民一早猜到有25仔 所以力推白票運動 掌握哪些人投白票 只要到時把泛民選委人數 和仁哥的得票數減一減 就知道誰是25仔 不過唐唐爆了CY兩個炸彈 如果泛民選委相信 轉了太極選委都未必敢投給CY